根据WHO指出,吸烟者罹患新冠肺炎,死亡及重症的风险会比一般人高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引君子及早戒烟 且因应三级警戒,市民朋友在外勿脱口罩或群聚吸烟,防疫之余更照顾自我健康 那我们在最近这个COVID-19疫情的这个情况之下 有发现到重症死亡的风险在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高 呼吁如果今还在吸烟的朋友要远离烟品,也要远离新兴烟品 那并且提醒大家在防疫期间一定还是要外出的话要戴着口罩 所以要避免就是脱下口罩去群聚吸烟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朋友在遵守防疫生活的期间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一般烟品它是可以说是国人的健康头号杀手 因为在不到20分钟就有一人死于烟害 那研究有证实吸烟它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像呼吸道黏膜,还有会造成咳嗽以及咳痰 打喷嚏流鼻水等等 那因为烟品当中有非常多的致癌物质 那电子烟它在这个使用的产品当中 它是烟油当中可能会含有尼古丁 还有一些化学的成分 那经过这个各个国家 它其实都有做一些检验 也发现在欧盟的部分 它已经有发现有超过41种以上的危害物质 那这个里头其实加的尼古丁呢 也会超过一般的制烟 所以在这个部分在使用上面 其实是危害健康是更大的 WHO已声明 所有形式的烟品及新型烟品 含电子烟及加热烟 均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如果想寻求协助戒烟 可以拨拿国建树的免费戒烟专线 会有相关专业人士提供咨询 如何克服生理阶段症状 打造专属的戒烟计划 记者温俊台北报道